哈囉大家好這是Nexus 那今天要講的是 一些關於廚藝方面你要怎麼去記秘訣 什麼叫記秘訣 因為有時候他會有一些比例 會有一些東西 那可能會廚房會叫你去準備 然後去備料 那備料的部分通常來說都會有固定的份量 所以我們進去的時候就是做備這些東西 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他們那個店裡面備好的菜 所以也不好去講什麼會去做 好那像我們現在來進入這個地方 那如果要怎麼記的話 譬如說我準備三個東西來去講 那如果要怎麼去記 那看一下齁 首先它是有這個嗎 一萬兩公升的水馬其林 一馬其林三分之一罐的玉米洋菇 火腿絲紅蘿蔔 然後一把紅蘿蔔這樣子對不對 那來看一下 那你要怎麼去記呢 那可能就是說 用數字的方式去做最簡單的記憶方式 1 1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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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一下 1 1 然後1 3 1 3 1 3 看你要怎麼去記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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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有3 有3個1 3個1 3嘛 然後總共是3 玉米玉米洋菇 火腿絲都是三分之一 然後一把的是什麼 一包鹽味糖 鹽味 這邊 這一個廚 這邊廚房在用的東西 鹽巴味素跟糖 順便有這個比例 135 130 然後690 然後來看一下接下來 然後來看一下它要怎麼 1 大匙的馬吉林 然後1大匙的蘿蔔 10 然後來看一下其他的去做什麼呢 2 4 看你要怎麼去弄 可能用1 1 1 3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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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這樣子 然後看你1 面匠有一個面匠東西也是1 看你要怎麼去記1 去打 記1 然後有一個10 對不對 就很多很多的這個東西要去記 然後但是你用這1 11 1313 241 241 241 20 或者241 10 2410 所以來看一下 好 這個東西只是一個大概 但這個是最複雜的東西 這個是玉米濃湯吧 應該是玉米濃湯 好 然後來看一下接下來另外一個範例嗎 喔先看那個啦 來 2萬的水 3,450克的糖 煮滾後加5,000 然後5,000CC水 茶包9個 燜20分鐘 20分鐘取出加2萬 20 這邊就可以去記20 然後 34 因為它有一個尾頭 它尾巴是有450的 所以你如果怕450的話 你怕你忘掉450 就直接記34 34 然後5 345或50 看你的 345或50 反正我假的底下沒有這個東西 我就會用5 好 9是什麼 9個茶包 然後最後它有這個 20 345 9 20 好 這就是密碼 最後這一個 19 2 或者是20 看你要去做 好 那就把它大概 亂過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也大概知道說 能夠去用的 備送的方式是什麼呢 1110 玉米洋菇 火腿 然後 然後 單獨記的是蘿蔔 蘿蔔 蘿蔔絲 麵罐 然後 鹽味糖 然後這個 135 130 690 然後 所以它的東西是 11111113131324 110 那這一個 是它的那個 後期的時候 要加 所以才會把那個 麵醬放在這個 後面 馬其林是這一個 玉米農 他要先加的 馬其林加那個東西 然後再加鹽味糖 然後加 全部東西都加一加之後 然後有 煮滾了之後 加蛋 然後 蛋 蛋 然後再 然後蛋 加完之後再加 麵醬 水 就這個嘛 馬其林的時候 會加 他繞的時候會加入蛋 然後 煮滾了之後再加蛋 花 然後蛋 所以 玉米呢 就是先煮 加馬其林加料 都要去煮了 之後 煮滾 然後直接加蛋 加蛋 攪完之後 再加麵糊 再去攪 攪完之後就會 濃湯了 然後 我記得最後還有一個 欠的 欠的動作 好 那大概就講到這個地方 希望你有幫到什麼事情 謝謝